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是 最近大概一年之內 賣的大概前三名最好的一個休旅車 那這台車是HONDA CR-V的五代 因為這一款的五代在引擎在底盤 都是一個大進貨 所以這一個世代的CR-V賣的特別特別好 那最強的競爭對手 應該就是Toyota的RAV4的五代 所以這個都一樣出到了第五世代 所以是在市場上是競爭的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RAV4的五代 它屬於是TNGA的全新的架構底盤 這一個世代的底盤 一樣是一個全新世代的底盤 前面都是麥花神 後方的話都是多連桿的懸吊 所以在基本的架構上 HONDA CR-V它還是維持原本應該要有的操控水平 那所以這個車友的話 其實本來在底盤上已經改裝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譬如說前面的煞車 後面的煞車 20吋的鋁圈 而且這個鋁圈是日本很高檔的進口的品牌 還有後方的 兩腳調整器也好 束腳調整器也好 全部都已經改裝完畢了 那我們先來逐一來介紹一下 車友原本有改裝的一些零件 譬如說車友原本也已經有改裝的 這個也是可調式的避震器 那這一套的話 一樣是高低 軟硬 都能調整 那在KT的設計上 前面的公斤數 因為這台車在什麼時候 它都是一台休旅車 所以前方的彈簧 我們配了一個大圈徑的 200長7公斤的彈簧 後方的話是配6公斤 長度的話是 也是200長 所以它的彈簧配置的話是前面7公斤 後方的話是6公斤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是車友已經有升級了 20吋的輪胎跟鋁圈 這個是 懂鋁圈的人應該知道 這個都是很高檔的自民品牌 這個是日本的WES 這是20吋 20吋的規格 是245、45、20 我們在YouTube的另外一款車 另外一台也是CRV5代 那一位車友的話 也是一樣改裝20吋 所以這個20吋的改裝 應該算是 這台車算是半標配的 前幾天也有一個南投的車友 也是一樣改裝20吋 然後改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介紹那一邊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已經裝好的部分 後方的車友也都有改裝了不少東西 像這個是Summit的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下方的話是竖角調整器 還有防晴桿也都已經改裝完成了 這邊的話拍得到嗎 這裡 還有藍色 藍色 對 這個藍色就是後方的防晴桿 今天的車高 車友本來就已經有做改裝了 所以後方的話會維持大概30吋左右 前面的話也大概是30吋左右 已經比原來的車高降低了不少 所以 它的後方 如果車高降低的話 就建議車友要加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因為車高降低下來之後 這個是後方的輪胎 如果車高降低之後 正常來說它會變得降得越低 它的幅度就越大 但是原廠的 它只能調整這個竖角的角度 這個仰角沒有辦法來做調整 所以需要改裝後方這支連桿 叫做仰角調整器 那這一支仰角調整器的改裝 它才有辦法來調整這個camper的角度 所以這個是如果車高降低的幅度比較多的話 建議要加裝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竖角的話 本來原廠也有一顆偏心螺絲可以調整 但是偏心螺絲調整的幅度實在是不多 所以如果後方的話 能夠加裝仰角調整器 加裝竖角調整器的話 它後方定位的角度一定會很完美 就不會吃太了 所以這個車友本來就已經都有改裝這些零件了 那後方的一個彈簧是裝在這裡 後方的調整器都是做在上方 那我們來看前面 這個是 這個也是台灣其他品牌XYZ的加大碟 所以後方的改法 煞車的改法是改加大碟 前面的煞車是改多火塞卡鉗 前面這個應該是大六吧 應該是大六 這個也是台灣D2代工的XYZ的品牌 所以前面的這個 多火塞卡鉗加上後方加納碟 這個整台車的自動力道已經非常OK了 好 那這一條就是剛剛經理介紹的 它的彈簧200長7公斤 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那這一款車 它的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離載算的部分 因為車友本來就已經升級的可調式的離載算 但KT的設計其實不用改離載算 延用延長離載算就可以了 但車友的話已經升級了 所以我們這個離載算的狀況 剛剛檢視狀況也都很好 所以我們就繼續延用它本來的設計 那在 車友還改裝了前面的 加速的一個防晶桿 這支就是前面加速的防晶桿 那在KT的用料部分 像是裡面所填創的主泥油 我們填創的主泥油是意大利一整桶 IP的主泥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話 穩定度的話相當的不錯 如果有比較熱血 喜歡騎大型重機的一個車友 就可以知道 意大利有一個大型重機的品牌 叫Aprilia 這個意大利的重機的品牌 它所使用的前面避震器 跟後方避震器的主泥油 就是使用意大利IP的主泥油 那在攸關到避震器壽命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裡面的一個耐高壓的油風 那油風的話 KT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 那這個品牌的話 在像日系車 CRV五彈的話 應該很多車友會推崇 是日本 TING的品牌 TING的話 它所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 NOK的油風 所以它的品質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車 KT有附上座 這台車在裁裝避震器 其實還蠻簡單的 因為它引擎是打開 從這個地方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這裡有三顆螺絲 那這一個 就是KT所附的上座 在這一台車 在阻尼調整 在軟硬度的調整上 其實相當的方便 從這個地方 就有一個旋鈕 可以來做阻尼的調整 往順時針 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如果轉到0段的時候 就轉不動 那就是代表已經是最軟 所以它調整阻尼的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 在胎壓的部分 要先建議車友 我們把胎壓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像這個20吋的話 了不起達到34 33、34左右 那在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尼 那阻尼調整的方式 就是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 可以做不同的段數沒有關係 那這一款車 跟Ruffle的五代 我們幾乎每個禮拜都有在安裝 所以如果車友們 有需要試乘的話 尤其是這一台CR-V的五代 我們在台中的店家 有電動 自己就有這款車的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比較避震器的方式 就是很多車友都會在 版面上詢問說 哪一個品牌的滴震器比較好 那經理建議的方式 就是找一模一樣的實車 來試乘 會比較客觀 像CR-V的五代 我們在台中北屯的店家 就有實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那很歡迎 車友們來試乘看看 試乘之後 覺得滿意 再來考慮就好了 那如果車友們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朋友聯絡 謝謝大家 拜拜 畫面 喔 好 谢谢观看